我从95年的时候开始检查 发现到肺里面有一颗瘤 他说叫我开刀 我没有开 然后来不幸就在98年的时候 得了乳癌 那时候当校 那医生也跟我讲要开刀 我也知道恶性的 然后到了102年 那时候不得了了 整个是又红又烫 而且那个瘤已经 表皮上已经快要撑破了 很亮 化疗做了一年多 做了12制 那化疗期间 他也有给我做什么 小红莓 紫山唇 结果人家做 没有像我那么严重 还要握冰 脚还要踩冰 整个指甲 全部都掉 连脚皮 脚底的皮 全部都脱落 那个走路是非常痛的 化疗以后 休息了大概是差不多三四个月 那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一直膨胀很紧 那我就问医生呢 医生说 那就做电疗 结果一做 整个乳房开始起变化了 开始也是烧焦了 然后皮就开始破了 开始流汤了 流血水 汤水 经过了差不多两三个月 我的子女跟我的子女的老公 他那时候他们在网路上 就看到这个岩石点 他说姑姑要不要试试看 因为我在做电疗的时候做了三十字 已经亏烂了 那时候来的时候还没有收缩 还是在流汤 那来这里师兄就告诉我说 用姜粉 那姜粉开始用了几次 哇不行 然后我就改变用姜汁 用姜汁纱布这样洗 慢慢清洗清洗 那个伤口才慢慢的收缩 这个经过差不多整整半年 那我每天操作的程序 我一般有时候都是贴那个软软包 回到家用插电的温乎 还有就是饮食方面要很注意 那运动方面 每天早上 我是一定有去运动的啦 最起码也一定要走路啦 我是用干姜 干姜120克 差不多两千细细的水 熬三个小时 大概是剩下的差不多 一千细细左右吧 现在目前我的身体 跟你以前的体力来讲 现在反而比较好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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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